攻台主力共军第74集团军近年来积极演练 直升机低空跳伞 未来中国饭台除了两期登陆 台湾对于共军的空中激将得要提高戒备 7月的汉广演习 国军会在淘机士兵验证反空降作战 但现在传出为了避免影响上百航班起降 国军已经与民航局达成初步共识 要将演习规模缩小 特战出身的退役中将也建议 不一定要关闭机场才能操演 就用模拟器来完成 或者在国际机场晚上夜间的完成 不是部队到机场去跑来跑去 那种演习 完全是雷达 导弹 中空 低空 以及附近装甲部队的反应速度 我觉得很可惜 在疫情高峰期的时候 王府没有想到利用那个时间点做使兵演练 可以不必常做 但是既然决定要做 我觉得有必要一次到位 有专家建议既然要使兵就要做到底 不要打退堂鼓 但共军跳伞 恐怕不会先空降桃园机场 退役降临指出台北周边地区需要注意 会选在林口周边或者是台北周 外面的这些高尔夫球场这些地方 拿下了海岸线 拿下了机场 如果周边可以俯瞰 可以用火力去控制这些海岸线跟机场的高地 没有拿下来的话 那基本上共军也还是没办法运用这个海岸线跟机场 来作为后续兵力的增援 共军加强现代化作战能力 台湾需要与时俱进 改变老旧的战术战法 才能应对中国新形态的威胁 欢迎新闻张翔与李定强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欢宇新闻 YouTube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